蔣萬安昨年228致詞是有遭到這個無力者援謀嗆聲 但是這一群學生是被棋底說 只是學生之外還是泛綠黨的幹部 那甚至也都不是228家族 而且還被發現和四長 然後是心底少年的群的白布條 然後一起來這個照 那是不是百姨說綠營有一點在消費228的照片 我覺得在這一次228一連串的活動裡面 其實蔣萬安市長 那麼因為他個人的一個背景 我覺得他已經展現最大的一個就是態度 能夠希望能夠撫平228的這樣歷史傷痕 那麼昨天非常遺憾 在這樣的一個莊重的追思典禮上 被有心人來鬧場 而發現這鬧場的人呢 果然呢就如同外界所說的 他含有非常強的一個政治的目的 那麼顯然只不過是要去消費28 那麼我們過去都會覺得很多一些政治人物 拿228作為選舉的一個提款機 來消費28 這個都不是真正的尊重歷史 這也不是真正的來面對希望能夠彌補這樣的社會傷痕 所以昨天的一個鬧場其實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還有一些政黨 企圖利用這樣的政治行動 想要來消費228 其實我覺得所有的人民都 眼睛都是血亮的 那看得非常清楚 那怎麼看說未來的228追思活動要不要舉辦 因為議員鍾沛軍就有講到說他覺得用學術研討會就可能 我個人呢對於這個追思會 我覺得還是應該尊重各方 包含這個受難家屬等等 那我覺得是可以做多方討論 那我覺得鍾沛軍議員他所要凸顯的就是 不要讓228變成有心人士一再的去操動 去消費作為一個政治或選舉的一個提款機 我想他本意應該如此 那你個人是支持還是 我個人沒有特定立場 謝謝 謝謝 閱讀了228的相關資料 走訪了228紀念館 小青豪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郎理事长 廖基斌荣誉理事长 各位228的家属亲人 法前总统 林胡市长 以及现场的各位贵宾 大家午安 这是我第一次 以台北市长的身份 参加台北市的228纪念活动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而肃穆 台北市是台湾的首善之区 是台湾现代时的枢纽之地 从日治到战后 从光复到中央政府牵台 从威权到民主 台北市始终是台湾政治发展的核心地带 228事件会爆发在台北市 并非巧合 这些日子以来 我在文化局的协助之下 更深入地阅读了 228的相关资料 走访了28纪念馆 女生 這次可以給他秀秀 準備要秀秀 可以下單 我一樣可以下單 我沒去沒中 可以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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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貴賓 我們等現場環境稍微平復之後 我們再繼續請市長為我們致詞 開場 誰 我們 抱攏 開始 叫 邊 跳 會 然後 泰國營 泰國營 這些日子以來 我想謝謝文化局的安排和協助 讓我更深入的了解 並且閱讀了228的相關資料 走訪了228紀念館 參觀了常設展 還有特展 也會晤了受難者的家屬 聆聽了他們的心聲 對我來說 這是個人生涯 對台灣現代史的一次晉升洗禮 也是作為台北市長 今後必得再三深入理解 面對的責任 李登輝前總統 我們台北市的老市長 曾經說過 仇恨與怨罪 只會加深已有的傷痛 唯有愛心與寬容 才能走出悲創的陰影 這些日子以來 我從228家屬們的愛心與寬容裡 學到很多 感受很深 自從民國 79年 行政院成立了228專案小組 並提出了研究報告以來 28事件 已不再是禁忌 也已成為我們社會大眾 反思民主價值之意義 回饋人權教育的重要歷史素材 這都是台灣走過從前 邁向未來最珍貴的現實教材 然而所有的歷史事件都不該停格在某個階段 換言之 我們人必須不斷地反省 不停地挖掘 在我接觸的228受難家屬當中 就有人反映 他們的親人 仍未得到適當的平反 仍有待新的證據 來平復 逝者的靈魂 與生者的傷悲 這 就是我們從政者的責任 在我擔任台北市長任內 我宣誓 我必責成市府團隊 對台北市228事件的歷史材料 將盡其可能地繼續挖掘搜尋 對台北市228家屬 在現實處境當中的需要 也必盡全力加以照顧幫忙 雖然我們常說 亡者疑異 來者可追 但以228事件的歷史傷痛而言 亡者未必疑異 來者 仍有可追之處 這或許正是我們 必須要正視歷史 反思現在 深謀未來的原因 過去 李前總統曾以國家元首的身份 面對228事件 承擔了政府所犯的錯 並質疑深志的歉意 馬前總統 亦曾說過 針對228 政府雖然做了不少的補償工作 但至親愛人消失的 刻骨鳴心感受 不可能因此消失 我們必須更深刻體會 家屬的心境 對事件痛定思痛 認錯改變 重新出發的過程 是最好的社會教育 也是最好的人權教育 兩位前總統 他們都曾是台北市長 他們深切感受到 台北市民之痛 台湾民眾之痛 何嘗不也是我身為 台湾的一份子 台北市民的一份子 台北市長的接棒者 心中最大的哀痛呢 身為台北市長 我深深為76年前 發生在台北市大稻埕 天馬茶房附近的 棄煙事件 進而導致全台 228事件的歷史傷痛 致上沉摯的歉意 所有執政者 都應以此為戒 施政 必以滿足人民的期望為宗旨 施政 也必以維護基本人權為目標 台灣 走過了威權 進入了民主 這是台灣的驕傲 也是中華民國 在華人地區 了不起的成就 我願終身守護這民主 更期盼台北市民 不斷地鞭策我 不忘歷史陰建 歷史 有它的吊詭與陰影 但人性始終能見證善良與寬容 歷史的陰影 唯有在人性的光明照耀下 才能坦然地走出來 我會努力 至於228事件 76年後的台北市 讓所有市民 更坦然地 面對彼此 擁抱彼此 鳴記228 迎向一個 有愛 有包容 有尊重的 和平未來 謝謝大家 謝謝蔣市長